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佛光大学校长杨朝祥 今天针对着献给旅行者 365日里面的《福生六记》这一篇 希望跟大家来分享我自己的体验 现在这个社会里面 大家都在追求小确幸 我们也看到这个社会 事实上也建置了很多 大家可以追求小确幸的机会 例如像宜兰 过去宜兰因为交通上不方便 所以宜兰它是一个 比较独立的一个空间 但这些年来 因为雪山岁的开通之后 宜兰变成台北人的后花园 每到假日的时候 要到宜兰多困难 每天早上从六点多开始就塞车 到了周末的时候 塞车塞得一塌糊涂 到了晚上要回来的时候 礼拜六礼拜天 也是塞了一塌糊涂 为什么这样子呢 因为大家都在追求小确幸 大家都希望能够过着一个 幸福快乐美满的日子 但是事实上呢 我们要追求小确幸 我们希望能够过着一个 幸福快乐的日子 事实上呢 心里面必须要有一个心理的准备 因为如果说呢 我们心里面准备好了 我们对任何的事情看起来 都是非常顺眼 我们认为每一个事情呢 都是美好的 这时候呢 你在追求小确幸的过程里面 你发现事实上呢 小确幸就在你身边 有些时候 如果我们心里面没准备好 我们对这个也批评 对那个也不满意 那你在追求小确幸的过程里面 事实上呢 很多时候就是 非常非常美好的环境 非常非常美好的美食 甚至于呢 一群你非常好的朋友 跟你在一起 你还是觉得 人生不是那么快乐 所以呢 我们在谈到 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 我们如何能够过得 非常非常快的日子呢 很多时候 我们自己心理上呢 必须要准备 因为呢 人生事实上是忙碌的 人生呢 事实上很多很多事情呢 我们都在追求 有很多人在追求名利 有人在追求富贵 有人呢 在追求一个 也许并不是很适合 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 大家都在追求 但是你这样的追求 适合吗 有必要吗 很多时候 我们很多事情呢 必须要呢 用更客观 更泰然的态度呢 去面对 那这就是我刚刚提到了 心理上就必须呢 要有所准备 常常有人问我说 金蕴大师 他那么多的话语里面 到底有哪一些话语呢 会让你最感动 对你受用最深 当然 因为我自己有机会呢 看到大师的很多很多的著作 那里面呢 受到很多很多的感染 但是如果说呢 在回忆里面 对我自己感受最深 而且呢 对我影响最大的 事实上呢 就是这句话 他说呢 不比较 不计较 所谓的不比较 不计较呢 就是很多时候 人总是有自己 各种不同的条件 如果你要去跟人家比较 很多时候呢 你会发现 为什么我不如人家 那你把自己的弱点 去跟人家强项去比较 当然你不如人家嘛 为什么要去做比较呢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 在我自己当教授的时候呢 经常有同学 他们要出国去念书 来找我 说老师啊 我该不该出国去念书 我那时候就跟他讲 我说呢 你如果呢 抱着一个客观的态度 不管你是出国留学 或不出国留学 你都会觉得 你是做对了 如果呢 你抱着一个悲观的态度 那你呢 就是去留学 你也会感到痛苦 就是不去留学 也会感到痛苦 为什么呢 同学常常会这么问 我说举个例子来讲 如果呢 你很乐观 那我们知道呢 人生有各种不同的途径 你可以呢 去追寻 但是呢 你只要走了一条途径 你就不知道其他的路子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那时候呢 如果你乐观的话 你就觉得 你自己的选择是对的 比如说 你选择了出国去留学 像早期的时候 我们是出国留学呢 那等到呢 一段时间之后回来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说是两袖清风 唯一带回来 就是一个学位而已 如果呢 这时候呢 你很乐观的话 你看到你自己的同学 没有出国留学的 他已经五指登科了 房子 妻子 儿子 精子 各方面都有了 你的时候呢 很乐观说 虽然我不是五指登科 但至少我有个学位啊 就是你不出国留学的话呢 看到同学回来了 你很乐观说 虽然他有个学位 可是他呢 没有五指登科 我已经五指登科了 所以呢 你乐观的话呢 你都会觉得 你的选择是对的 反过来说 如果你悲观的话呢 你做任何选择 都是不对的 你自己的感觉是如此 比如说呢 我们自己出国留学回来的时候呢 自己有个学位 应该很高兴才对啊 但是你很悲观说 哎呀 我自己有个学位 你看我同学呢 都已经功成名就了 都已经五指登科了 我还是两袖清风 自己感觉呢 非常悲观 反过来 没有出国的同学呢 他看到同学 拿个学位回来 他说哎呀 那个老杨同学 念书的时候 不怎么样 他拿个学位 那么拽 我为什么当初 没有去出国留学呢 事实上 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 静由心生 也就是说 你心里面想什么 你就会产生 怎么样的一个环境 怎么样一个氛围 怎么样一个结果 事实上呢 我们最重要的是说 自己心里面 要有一个 非常非常乐观的 一个想法 那我们呢 会觉得每天的生活呢 都是非常非常快乐的 那另外一个呢 当然是不计较 社会上的太多的事情呢 会让我们觉得不公平 社会上呢 有很多不同的状况呢 会让我们觉得 这个社会呢 好像是没有公义 但事实上呢 那是因为我们 太斤斤计较了 很多时候呢 也许我们自己呢 在某一个方面 好像不如人家 或者觉得呢 好像这个社会 对我们是不够好 但是事实上呢 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 就说呢 胭脂恢复 也许你这个方面呢 没有得到很好的 一个成果 或者一个成就 但是在别的方面呢 也许你可以 有不同的这个成就 所以呢 不必去计较 人家呢 对你讲一句好话 当然你很高兴 可是偶尔人家 讲一些坏话的时候呢 你听在信里面 自己听了以后呢 自己去检讨一下 你要讲的那个事情 是真的还是假的 如果是真的 我们该改 我们就去改 如果呢 他讲的不是真实 不确实 那我们就听了 就算了 所以呢 大师这一句话 就是呢 不比较 不计较 事实上是我们 心态上的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 心理建设 如果我们有 这样的一个心理建设 我们看到任何的事情 我们呢 接触任何的事物 我们呢 跟很多很多 不同的人 接触在一起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觉得 非常快乐 所以呢 我们在人生的过程里面 我们呢 追求幸福美满 事实上呢 最重要的 还是由心开始做起 事实上 像这个社会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在春天的时候 可以看到很多 美丽的花朵 夏天的时候 我们看到很多树木 很多风吹过来 凉风袭袭 多舒服 到秋天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月亮 当然在台湾 也许冬天看不到雪 但是呢 我们在远远的山上 还是有些时候 还是可以看到雪 我们也可以看到 很多美丽景色 所以一年世纪 都有各种不同的景色 可以让我们来享受 我们如果心呢 能够开放的话 我们呢 就会觉得 人生非常快乐 人生呢 很多时候 不要太执着 人生呢 很多时候 不要太去追求一些呢 对你来讲 也许是 并不是那么样子 贴切的 一些目标 比如说呢 有的人 他明明知道呢 自己可能在 这个家庭的 这个经济上 没有办法让自己呢 到国外去念 有名的学校 但是呢 他就把念呢 国外的名校 当作自己一生的目标 这时候呢 你发现 达不到目标 非常痛苦 但是 事实上呢 就是不去念那个名校 难道就没有成果吗 我以我自己当作例子 当初呢 我要去美国念书的时候呢 本来我一直希望是到纽约去念哥伦比亚大学 因为哥伦比亚大学呢 在教育方面 是非常非常有名 可是呢 当我看到他要给的这些资料里面呢 里面有提到学会 提到生活会 他那个数目呢 是我没办法复起的 我记得那时候呢 在民国六十几年的时候 我们光是学会呢 一年都要缴了七八千美金呢 那时候呢 是一块美金呢 换四十块成台币 然后呢 生活会也还是要七八千美金 所以一年合下来的话呢 大概将近要两万的美金 那以我们那时候的这个条件来看的话 根本念不起这样的学校啊 所以呢 那时候我只好放弃了 我后来呢 去念了两个 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州立大学 那最后呢 我还是达到我自己的目标了 所以很多时候呢 我们去追求一些 我们自己的目标的时候呢 也必须要去衡量很多的条件 如果说呢 这个条件是我们适合的 我们去追求 如果呢 并不是很适合的 一定有其他的管道 可以达到你要求的目标 但是呢 也是你能力能够呢 达到了这个目的 所以我想这个在心态上 可能必须要有这样的了解 那另外呢 有很多人呢 除了这个追求学位之外呢 也追求公民 追求富贵 当然 现在这个社会呢 当然已经不再像过去说是公民了 实际上在政府部门做事情的话呢 很多时候是在贡献 我们自己的心力 所以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心理 我愿意去政府部门来做事情 就是说呢 你可以透过各种不同的考试 因为现在呢 国家考试是一条非常非常公正 非常公开的一个管道 只要你有能力 经过考试之后呢 你就可以分发到政府部门去做事情 所以呢 这个管道是你可以走的 但是呢 如果说 哎呀 我不想这个走这样的管道 我就想要到政府部门去做事 事实上呢 不太容易 所以你知道你要的目标是什么 你就就你自己的目标来呢 达成了这个途径呢 你要去做了解 然后呢 去追求 那去政府部门做事情 不是追求公民 事实上呢 它是在追求服务社会 服务民众的这个机会 我自己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在政府部门做事情 当我要离开政府部门的时候呢 我说对离开那个职位 我并不会觉得好像呢 很难过 但是呢 让我失去了 可以做好事的机会呢 我觉得有时候呢 心里面是心有气气焉了 所以呢 到政府部门去做事情 事实上是要贡献社会 然后呢 我们看到很多人 要追求 我们很多很多呢 社会上大家认为 应该有的富贵 但事长现在的生活呢 每一个人都 事长都可以过得 非常好的生活 所以呢 太多的金钱的收获呢 不见得是你一定要去追求的 只要心里面觉得 我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然后呢 我想过怎么样生活 事实上呢 你就去追求那样的一个目标 那样的生活 那这样的话呢 对你自己本身 没有太多的压力 但是你又可以达成 所以呢 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 大家在追求 小确信的过程里面 最重要的是 你去体认一下 到底你自己追求什么 这也就是我们在听到人家讲的说 哎呀 你要知道你自己的价值观 你到底在追求什么 有很多事情 别人追求 可能不是你要的 你要真正了解 你自己到底追求什么 然后呢 你有这样的一个追求的目标之后呢 你也必须要去了解 这样的目标 到底是不是真正的 真切的我们可以达成 不要去追求一些呢 我们达成不了的目标 然后呢 你去追求了以后呢 达到了目标以后 你要是觉得非常非常快乐 因为呢 人生 时间呢 并不是那么漫长 短短的 七八十年 或者定多呢 我们可以活到一百岁 时间还是非常非常短暂的 所以在这样一个短暂的日子里面 我们就我们自己能够过的生活 大家去享受 然后呢 去追求 然后每天呢 过着幸福快乐日子 这个就是我们呢 目前应该有的人生的哲学观 我特别提到大师那一句话 不比较 不计较 最重要的是 大家必须要有一个乐观的态度 你只要有乐观的态度 不比较 不计较 你会觉得 任何事情都是美好的 任何一天 都是快乐的一天 我想这也是 大家共同追求的 非常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